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佳新北新闻 带您先来看到 为了让树林地区的民众 有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新北市政府在树林区中正路 也就是高铁北侧的市地重划区内 要来兴建树林国民运动中心 日前是举行了调粮祈福的典礼之后 预计会在明年的6月份来完工 将会来提供多元化的场地和设施 带动树林的健康乐活新风潮 新北市政府在树林区中正路 高铁北侧市地重划区内 兴建树林国民运动中心 日前在新北市副市长高中正 立委黄志雄以及多位民一代表 共同见证之下 调挂工程的最后一根大梁 并为工程顺利完成来祈福 上选吉利梁柱文部 大叶千秋 吉利梁柱文部 树林国民运动中心是新北市政府所规划的第九座国民运动中心 为地上五层到地下一层 并提供具有跳高三层楼的半户外空间 满足民众多用途的使用需求 树林区区中安里里长许金光表示 乐见运动中心的落成 让树林地区的民众可以就近来运动休闲 还是非常感谢各位长官的国民 是以今天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 终于我们树林区 有了国民体育中心 也是我们树林人的福气 好那我们树林国民体育中心 也是在我们树林的中心点 希望大家民众相亲能共同踴跃使用 树林国民运动中心一共花费了五亿元 预计105年6月正式完工 将提供温水游泳池 雨球场 体势能中心等核心设施 另外跆拳道教室是中心的特色设施 停车场则有汽车86步 机车76步的位置 希望透过内部多元化的场地器材 来带动树林地区休闲运动 以及健康乐活的新风潮 中家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导